鄉親繼續要來講 安心滷油第二階段 政府要花39億存五大站民 七月份開始進入到 進行觀光的第二階段 安心滷油 有一個要鼓勵民眾 在國內遊覽消費 交通報今天來公佈到補助的方案 花39億分五的站民 包括團體的滷油 外島的加碼 企業的滷油 滷油性的單位 以及觀光遊樂圈 入圈的優胎 無分平日和假日 都聽著來使用 其中滷油性的部分 每一方是補助一千塊 實施的期間 七月齊一九 十月三十一號遺跡 我們來走向熱活防疫 這邊花金庫 熱活的時候大家盡量使用 防疫的資工 口罩不可以買幾千 維福部長台西中 和交通部長林家龍 宣布第二階段 安心滷油 優惠補助 更加碼 過去以平日為主 這一次呢 平假日 都適用 花39月 替國內滷油典費 尤其是團體滷油的補助最大 每個人每一天 補助七百塊 三天兩枚的行程 更加碼 外島的團體滷油 更加多 每個人每一天 能夠補助一千兩百塊 省省的滷行車 能夠深層的補助 對三萬到七萬塊不定 企業滷油也能夠補助 超過十五人出油 每個人每一天 能夠補助七百塊 每團最高五萬塊 人數最多的自由行 大方每個人 能夠補助一枚一千塊的房間 外島的企業 能夠補助兩百塊 另外就是經理高中醫學 就是九十年七月之後 出席的年輕人 離輸到去遊樂橫送 能夠爽賓費 要爽幾次就幾次 公不應求的時候 價格會上來 大家務必不要去漲價啦 不要讓很多國人出來 才發現 反而是漲價啦 那他會有一些 就是比較不好的感覺 路由補助的範圍 包括價日 這是第一次 就是要鼓勵大家 出去走走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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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